你们眼中的北京人是都住这四合院吗 很多人认为住在这二房胡同里的人都是身价上亿 家里有红木家具 出门奔驰宝满 紧门红墙黄瓣的 其实我们老北京人住的真实环境是这样的 一个院里少则十几户多则几十户 很多都是一家子挤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冬天冷夏天潮 遇到阴雨天这鞋里都能养鱼 条件好的呢 家里有个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厨房 放点的人都站不开 不管刮风下雨 早晨一睁眼就攥着手指奔公厕里跑 去晚了都得排队 就这样的生活还总被贴上北京人特有钱的标签 其实住在胡同大宅院里 有回忆有现实有喜悦也有无奈 关注小谭将带你了解大北京